自1999年加入TVB的嘉俊Kason 凭处境据爱回家之开心宿地 眼寻宝图实体店员工稀疚而为人熟悉 日前他然于社交网上在产头发片 并未看破红尘 削发僧 夏至网民 令人猜测 这究竟是新剧造型 亦或定放弃演艺事业出家修行 时隔三日 嘉俊再次谱 与一个亲接真相 未料净疑似与灵异事件有关 相关 读家俊前日四日与一个撰文解释 早几日我将低头发 晒 好多人觉得好奇怪 我细咪为左心细而缠 为所困 他续指 自一月拍毕非分之最后开始脸色变 近日初步更疑似撞鬼 我自己同身边看人都觉得 我脸色无好 我自己觉得我毛左经气神 上礼拜台湾又见到耶 而我已经好几年长头发 而低头 一直都遮住我额头 所以把新衣红产晒去 将个 胃印堂路翻出离 起料好事随即发生 嘉俊说 产 无够72小时 今日四日就有好消息 李景我将会拍摄 雀乐团 所以 无道你无信邪 多谢TVB 多谢真姐 多谢 至Marco罗永贤 并附上在一张WhatsApp对话截图 当中可见他 到幕后工作人员通知 为李嘉信与谭俊彦主演 新剧麻雀乐团定造型 而且还是联系角色 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 嘉俊称 上星期去台湾又见到低屋遭野 其实我游戏到大都地道 所以无太精 不过最近又见翻 并未早在新年放假期间 以精神麻麻 更两度被巧遇录影中年好声音2的 陈慧贤直气色差 于是依照中国传统命理学 加上发型师的意见直接产清 他却表示无惧影响接扎 我低角色都无戏字字 应该毛问题 其他文章 星岛申诉王一周年生日送大礼 正举行问卷调查 参加者有机会获得足金串事 Masonic电饭包 英皇电影里劝及一天超市现金券 点击问题赢大奖 星岛申诉王已推出全新项目区区 申诉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县城邀市民投稿赞 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 递更多精彩内容 请立即浏览区区有申诉活动 Yeah 星岛头条AP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留更精彩内容 那已有一个顶目区区有申诉 请立即将域